内风湿性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 肝险 这些免疫性疾病很可能是感染COVID-19引起的后遗症 也被称为常新冠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研究团队与高雄荣总团队携手 利用全球电子病例资料库TRENAG-X 针对2020年1月到2021年12月期间 380万PCR检测割碍 包括90万感染患者与290万对照割碍 观察比较染疫后产生免疫疾病的风险 最多人得到的是属于关节炎方面的僵质性脊椎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另外有一群病人比较容易得到的是 红斑性狼疮或者是血管炎等等的自体免疫疾病 在女性 特别是中年的女性 那也更多人得到这种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会更高 医师提醒 染疫后的民众虽然症状不见了 但还是要小心长期的其他后遗症 如自体免疫疾病 也建议调养好身体 让免疫系统恢复症 同时留意是否有关节痛 皮肤红疹 或不明原因的落发 发烧等相关症状 新唐亚太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